作为曾经的杭州知名大型老牌房企 型号ST送都如今也走到了退市的边缘 截至5月31日收盘 型号ST送都已连续11个交易日跌破面值 剩余9个交易日需每日收盘 涨停财有望缓解一元退市危机 近期退市房企名单不断增加 型号ST蓝光已收到上交所退市决定 型号ST中天 ST美智 型号ST加凯等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规定停牌 目前正在等待交易所的最终决定 ST阳光城 ST泰河 ST月泰等已提前锁定退市 型号ST泛海 型号ST海投 型号ST送都 金科股份等多家房企也已经站在了退市的边缘 根据交易所发布的退市新规 股票分为主动退市和强制退市两种情形 强制退市包括财务类退市交易类退市 规范类退市与重大违法类退市 一元退市属于交易类强制退市的一种 根据相关规定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一元 则会被交易所强制退市 且没有退市整理期 直接终止上市 杭州知名房企濒临退市 5月31日 型号ST送都再次以跌停价收盘 报0.64元每股 公司股票已连续11个交易日低于一元 根据相关规定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一元 则会被交易所强制退市 据正确时报记者测算 型号ST送都需在接下来的9个交易日内 每个交易日实现涨停 才能在第20个交易日重返一元 这就意味着 型号ST送都若6月1日未能以涨停价收盘 将提前锁定一元退市 因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 被年审会计师出去了无法表示意见 2022年度内控审计报告 被年审会计师出去了否定意见 根据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据公司官网资料 作为杭州老十八家知名房地产开发企业之一 宋都集团历经三十余年积淀 已发展成为 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 涉足商办 产城 代建 金融 大健康等多领域的综合性控股集团 旗下项目版图 横跨长三角区域及西南省份 截至2022年 宋都集团已连续十三年 入围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 连续五年 荣获长三角城市群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 TOP10称号 尽管公司对外宣称的称号很响亮 但公司近几年 业绩却大幅减少 并在2022年出现巨亏 据公司年报 2020年 公司规模净利润为3.52亿元 同比减少40.08% 2021年转亏3.94亿元 2022年 亏损扩大至35.64亿元 据公司公道 由于宋都控股 未能按期偿还银行借款 以致作为担保方的公司 全资子公司 宋都集团名下存单 已被债券人行使担保权利进行划扣 进而导致公司 被宋都控股债用资金13.21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0.67%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 公司股东户数达5.06万户 环比减少1309户 实控人因内幕交易被罚磨1.47亿 作为杭州知名房企 公司实控人 董事长于建武 却因内幕交易被证监会处罚1.10亿元 没收违法所得3679.31万元 公司此前曾发布公告称 公司收到于建武先生的告知函 于建武先生于2021年12月22日 收到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 根据当事人于建武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 情节 与社会危害程度 依据2005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202条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决定 没收于建武违法所得3679.31万元 并除以罚款1.10亿元 记者从证监会网站获悉 于建武主要通过每年健康股票转让的 内幕交易信息 买卖该股票 最终获利3679.31万元 该交易的内幕知情人徐某 时任每年健康总裁 为于建武在EMBA的同班同学 双方经常有微信联系 此消息一出 令业内人士都大跌眼镜 此次内幕交易金额和获利金额巨大 被罚金额也较大 内幕交易是证券法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 只有关人员根据内幕消息买卖证券 或者帮助他人买卖 违反证券市场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 使证券价格和指数 成为少数人利用内幕消息炒作的结果 近年来 证监会对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而从不同违规行为的处罚来看 内幕交易是最常见的形式 无论是罚单数量还是累计罚莫金额均稳居第一 一元退市房企接二连三 近期 随着上市公司2022年财报披露完毕 批量房企因为通过审计 期墨净资产为负值等被代罩 随后 公司股价持续下跌 这让本身就在一元附近徘徊的房企 陷入了退市境地 5月30日晚间 型号ST蓝光发布公告称 上交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公司股票将于6月6日终止上市即摘牌 ST泰河 型号ST嘉凯 ST阳光城 ST月泰 型号ST泛海等多家房企接连 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 公司股票可能因触及交易类退市情形 被终止上市 现阶段 房地产行业出行在市场下行周期愈演愈烈 甚至还有未被带帽的上市房企 也跌破面值 5月22日 金科股份发布公告称 因未能偿还约2791.55万元商票 被债券人提请破产重整 金科股份股价随后持续下跌 并跌破面值 近期在控股股东增值护盘下 总体跌时放缓 但股票价格仍在一元下方 中金公司认为 A股市场强化退市制度 有助于保证股票市场合理攻击 并助力提高A股优质公司的回报率 常态化退市机制的运行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减少投资者炒小炒差行为 促使投资者关注基本面优质 行业发展前景较好的公司 助力实现培养投资者长期投资 价值投资理念 全面注册改革背景下 可资源稀缺性不在 市场尾部公司出清速度有望加快 ST 新号ST公司面临的退市风险增大 中金公司表示 投资者应理性看待股票价值 关注A股相关公司退市进展 中金公司的运行